校正回归 秘鲁也跟风吗 秘鲁宣布修正死亡人数统计 结果一天之内 染疫死亡的人数 从原本的六万七千多人 上修到超过十八万人 这多了将近十一万三千人 让秘鲁成为了 全球染疫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疫情爆发以来 台关下葬这一幕 就成为了秘鲁的日常 由于医院早已不堪负荷 官方统计确诊人数是一百九十五万 实际数字可能是两倍之多 更凸显出官方统计 早已无法反映实际疫情 民众对政府不抱期待 而过去一年内 墓园数量暴增 还有一名女子 已经有多达十三位家人 都死于新冠肺炎 只是放眼望去 南美洲几乎全境沦陷 巴西民众气得上街怒吼 抗议的就是现任总统波索纳洛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就算自己曾经确诊过 依旧不防疫 巴西民众气得发动 全国大串联抗议 高喊两大诉求 弹劾总统还有争取疫苗 巴西目前是全球确诊人数 第三高的国家 单日新增病例 平均超过四万例 但是居然还要办 每周杯足球赛 阿根廷就是因为 疫情压不住 才退出美洲杯主办国 没有想到接手的巴西 疫情更严重 也引发国内一阵反弹 而在全球确诊人数 第二高的印度 确诊人数是逐渐的下降 6月1号单日新增约 十二万七千多例 是近两个月来新低 但是五月这一波疫情 已经让印度再创一个新记录 光是五月就新增 将近903万人染疫 还有将近十二万人死亡 是疫情爆发以来 最严重的一个月 而且现在许多新冠病患 还染上了黑真菌病 这类的细菌感染 多半出现在新冠患者的康复其中 在眼鼻口处容易流血 最严重甚至失明死亡 印度疫情虽然看似趋缓 但实际上是往乡村蔓延 甚至还有村民声信 戴口罩是触犯禁忌 也让新冠病毒加速传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 等你哦 当然我们在队的平等锦